解释第十四章第十九节 那天使就把年都涌在地上 受取了地上的葡萄 雕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 没错了 当我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 这一节的经文那种的吹逼 是每一天 都令我肺沉忘餐 每一天我都可以说紧张到想哭出来 因为我看到时间 因为我真的知道 2010年会开始有什么发生 2011年会有什么发生 2012年开始有什么发生 因为我们已经踏入启示录的专利时代 而因为神打开启示录这个action 打开启示录的解法这个action 这个动作就已经告诉我们 我们全人类已经要进入启示录时代 因为启示录就是至圣所的万子 就是代表了将要进入千禧年之前的七年大灾难的时空 而这个万子当它揭开的时候 就是代表全人类将要去见识这个约柜 就是神童在所代表的祝福和审判的时代 将要想到 就是当我一直看的时候 我一直知道就是现在我所明白的这个内容 就是约柜 我正在明白的这个内容 当我说出来的时候 世界上是会发生的 所以第四个理由 我们预备2012的筹备刑是我们有历史 未试过有任何一篇讯息要预备一个筹备刑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 拆录了整个过程 将所有整个过程当中打完文字 使得我说的每一段的说话 都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出来的原因 就是因为未来三年里面 这个是会陆续应验的 因为当我预备这套讯息的时候 我知道一件事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这套讯息就是介事录 我这套讯息不是单单是启述的解释 我这套讯息就是教会完成了之后的这个约柜 教会完成了之后最后这个大考 就是这个约柜临到的时候 教会究竟能不能够迎见 我们的神 教会是我们经过二千年的时间 我们预备与神同住 我们成为神的居所 我们成为神的圣殿 神现在就考考你 究竟神的约柜临到的时候 你会如何呢 你会逃避 退气 甚至是被击杀 所以当我看这套讯息的时候 我知道 真的很大恩典 当然我也知道 就是说如果我放弃这个责任的话 神打开这个讯息 他很容易可以打开给别人 我相信神在这个世界当中 亦有预备其他伟大的这些仆人 如果我不愿意去做这种东西 他分享出来 神可以找其他的仆人去分享 但是这套讯息我们分享了三年 到现时我可以说 每一天我都花短钟头计 上网去查考 全球是没有任何其他教会 或者其他任何人 去说我们的这个讯息 就算你现在打2012 在网上你都会找到 最先列表的就是我们的讯息 你知不知道 但是全球是没有人能够 如我所说 每个都有些野瓜 每个都有一个%的对的地方 每个都找到一些的线索 每个都找到一些奇怪的东西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人 将这些好像Lego的碎片 全部砌完之后 最重要的是 用启示录将他们贯通 然后去理解了神的末后日子 最后的一个时代计划 神最后的一个时代计划 就是让启示录里面所讲的所有内容 成为一个最后的大效 就是这个 而大2012信息 就是将启示录 用圣制方式去解释 让人可以进行 知道如何预备 知道那个要求 也最重要的就是 成为神的刀 去审判列阁 成为不单止是身父 成为同女 甚至是成为无依人 而事实上这个能够理解 所谓世慕 理解这些时候 理解我们活在这个时代 这个是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 已经要求法利出人做的 而事实上他要求教会 去理解这件事 去分享出来 并且示范出来的话 教会完成之后 是示范了给同女 同女完成之后 是示范给无依人 无依人完成之后 他就会死 而死了之后 三天他们会复活主耶稣 就和千万圣者一起来 最后一起去毁灭撒旦 但是当主耶稣和千万圣者来的时候 千万圣者包含无依人 其实都已经是锻炼过 每一个他们都可以打败撒旦 这个就是神用人类历史 去打败撒旦的一个大的锻炼 我记得曾经我们在蜜柄的时候 我说到关于撒旦 他说五个恶要 但他说五个恶要之后 神是让人类在撒旦 令他跌倒之后 神选择让打败撒旦的人类 记得我们曾经在蜜柄说过 就是神不是用他的自己的天使 去打败撒旦 甚至神是选择 他来到这个世界 都以女人的后裔方式 来到这个世界去打败撒旦 但是主耶稣基督 他打败撒旦 只不过是成为我们的榜样 因为主耶稣基督 其实什么时候都可以打败撒旦的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他以人的身份打败撒旦 圣过罪 完成神的时代计划 成为我们的榜样 我们每一个都要效法 去打败撒旦 而大问题在启示录的时候 就是这个打败撒旦 创世忌神所落下的预言 的大考的时间 每一批 由身父至同女 由同女至无依人 都要做这种事 而启示录根本就是他们 不是他们的提示那么简单 是他们的文章 是他们的说明书 但是虽然就是 很多人都解释不到 很多人都不知道里面说什么 很多人都直成在里面 看不到神的时代计划 神的心意 神对教会的要求 又或者甚至 教会按部就班 如何向神付 付上他们信仰的责任 这些很多人都没有办法看到 而最大问题不是 看不看到的问题 而最大问题就是 神这个计划实在太大 这个计划实在太征扎 这个计划实在有太多 需要去解说和说明 所以当神将这一棒 交在我的手的时候 我只能够做一件事 就是起码尽可能 我们搞一个2012的筹备形 因为里面会牵涉到 我们将全篇讯息的骨头 赶赶一次 但因为事实上 真的太辛苦 在那个刑当中 我病到了 所以最后的一天 其实就是告追的 最后其实 Kobi Bible 和全世界所有人类文明历史 其实都有记载上次的 地极转移 里面发生 和Destroyer 来到这个世界的事 Kobi Bible 只是其中一本 其实还有很多本 里面都很清楚记载的内容 是和Kobi Bible一样 虽然它们全部在几千年前 是来自不同的文明 但记载在同一件事 在最后我没办法再说完 只是这一点 但之前的全部都在录下 而变成了 2012筹备形的骨干 让他们知道 我会讲什么题目 有什么方向 大家预备的心 预备 筹备 我们怎样去讲 这些题目的时候 要有那个专业程度 能够将那些东西说出来 而事实上 在当时这个Camp里面 我病倒了 但其实我都预认 其实我应该是 是没有足够的体能 是可以讲这套讯息 讲到半年 我整个感觉到 如果我真的要 这么勉强地这样讲半年 应该我都 是真的 我对自己的体能的认识 对自己的身体状况的认识 我真的知道 自己应该会明白究竟的 如果我这么勉强地 要做这么多的事 是 我知道我做得到 不过 如果以我这个年纪 这样的要求下 去做的话 不管别人 接不接受我讲的东西 先不要管这篇讯息 讲的时候 别人珍不珍惜 你不理解到 要付出多少东西 但起码我自己 去做的时候 究竟我做了多久 我其实是自己知道的 但起码我知道一件事 就是我完成了 在神当日呼召我 耶利美书第一章 第六节里面所讲的说话 就是在第六节 就是如我所讲的 在前几天 他提到就是 神呼召我 就是 他将要讲的话 去给了我 既然他喜欢要讲的话 给了我 那我只能够拼着我的命 去将这些话说出来 但我有幸 就是这二十几年 去到我现在侍奉 越来越后期的时候 神所给我要讲的话 如果当年我知道 原来到最后的实陈 给我的启示是讲这些的话 可以说我就算有十条命 我都愿意去摆上 去跑到今天的光景 因为实在是一个太荣幸 一个太大的祝福 我想不到我能够有机会 有我的口 去将这一套2012的讯息 去分享给你 可以说是有历史上 将会是最荣耀神的一套的讯息 也是会在历史上 将会起码是我们教的历史上 有最多人因为这一套讯息 而得着祝福的 启述第十四章第十九节 那天使就把念都荣在地上 收取了地上的葡萄 雕在神愤怒的大酒渣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